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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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學民民視剛剛放榜 碰巧英榛在脫歐公投之後 匯價急跌 變相在英國讀書成本便宜很多 很多家長準備送兒子去英國讀書 麥理博教育主席何永超就說 受脫歐影響 比英國留學的學費可以省下不少 因應英榛匯價下跌 住宿成本自然相應下調 英國留本代理就說 看好英國樓市 認為值得在英國投資 英國的投資相對是穩定的 尤其是曼徹斯塔 你的租金回報都很好 可能6至9% 所以投資者來說 會比以前反應更加刺烈 資深海外投資者就教路 在外國投資最重要是趁低吸納 看準時機入市 世界各地的經濟低少少 就要看著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好的機會 好像股票一樣 股票跌下來 你不買它 讓它升 河南市 得到無界 達伯物 伯物